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参加大视频论坛 这个来的方方面面都是和大视频密切相关的 有包括海内外的各种经验 所以收益非常的多 吸收了很多新的思想和新的措施 我相信后面能够进一步落实到 进一步吸取到我们的工作中去 首先大视频它是继我们语音短信和宽带上网以后的第四项基础业务 因此它的整个发展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我们现在要解决的 就是我们的网络运营商如何更好地适应流量的爆发式增长 来保障用户的体验 第二是如何能够从这种大视频爆发式的增长中 获取该有的价值 怎么能够和产业链共同一起将大视频做大 能够衍生出更多的有价值的这种商务模式 应该说安徽移动和中心通信合作应该已经有四五年了 在互联网电视这个领域 整个的这个合作是非常良好的 但是现在在这个整个大视频故意融合的这个大背景下面 我们也和中心通信一起在进行这个相关的应用和网络的一些创新的尝试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开始 希望我们能够进程合作 更好的把这个合作能够延续下去 而且能够做大做强 做成全国的标杆 请不 voorja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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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于你的真正 是一定的可能软的味道 我没了 我再联分 我们期待 SK Tanner 打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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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妥优放 雅 打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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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赞,打赞 打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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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r,打赞 打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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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赞